看 3的三次方 也是等于9的 上面是2的两次方 是吧 是面积 3的三次方就变成了体积 我们又引进了 除了分数和小数之外 又引进了这么一个表达方式 就是上面有一个小数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看这个2 2的二次方 或者是3的三次方 这个立方体 这个 这个叫什么数呢 就是 就是这个英文里头 叫这个数 这个怎么念呢 Superpowers 前面是超级 就是powers 其实这个翻译成中文应该是超级能力 就是中文和英文的那两个字表达方式不一样 对 那个你在英文里头理解是超级能力 实际在中文里头它是叫做密 这么写的一个密 密次方 密次方那样子一听一下用一个中文一看更有道理 然后一弄英文 对 嗯才好 对 关键是适不适合 对 所以这个叫密次方 这个呢叫做二的二次方 这个呢叫三的三次方 就是密次方的意思啊 我们因为也不知道那个到底具体是几个时候 我们就叫密次方 爱因斯坦不是用了几个密次方吗 算什么 E M C 2 O E 爱因斯坦用的是 E 等于 MC 的 平方 这个不就是密次方吗 对 爱因斯坦著名的光的定律 就是这样 密次方 爱因斯坦数学不是太好 所以他 把这个表达式就写的很简单 是吧 嗯 这是爱因斯坦 也是一个密次方 二次方 好了 你现在明白了 还有一个 超级的密 就是密次方的意思啊 这个密呢 在中文里头写起来之后 也蛮难的啊 我可以写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开始正式开始讲课了啊 要让一个很小的数 以最快的速度变大 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使用密次方 啊 比如说 将一个数 写成它的二次密 就是让它和自己相乘 二 乘以二 啊 这样你就让它迅速的变大 啊 就是要自己乘以自己啊 这样就会变成迅速的变大 我们也称之为 我们也称之为 求这个数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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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的二次方 如果你把二变成二的二次密 那就是变成了二的平方 我们可以写成二的平方 大家看屏幕中心的那个 这个底数啊 下面这个二 我们叫它底数 这个底数也就是将要和自己相乘的数 那上面那个小二呢 这个叫密数 或者叫指数 我们经常用做指数啊 不叫密数啊 经常叫指数啊 也就是告诉你有多少个底数相乘 二的六次方 什么是底数呢 二是底数 那个六呢 就叫密数 也叫指数 它表示呢 六个二相乘 它表示 这种表达的方式 就是六个二相乘 它等于 什么意思呢 二乘以二 两个乘以三个 乘以四个 乘以五个 乘以六个 乘以六个 这 这又是二啊 这个一共是六个 短点的方法来写 嗯 好像就是 是 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 二的二次方 这个答案 应该是四 我们称之为平方数 我们叫做平方数 啊 如果你 你 把一个数 变成了 这个数的三次米 如果你把一个数 变成了这个数的三次米 啊 也就是用这个数 和自己相乘 然后再相乘 我们也称之 为 求这个数的 立方 得到的结果 是立方数 比如 二的 大家看屏幕 这里吧 二的三次方 它是什么呢 二 乘以二 再乘以二 等于八 立方 平方 立方 啊 这就是一个快速的乘法 啊 实际你了解乘法 就可以了 但是为什么要又增加了一个指数 啊 这个我们也习惯于叫指数 就是这样更 直接和容易的表达 啊 一些特殊的数 啊 我们来看看这个 三个括弧里 它在讲什么啊 啊 两个正方形 组合在一起 只能变成长方形 对吗 看这个图 嗯 不能变成正方形 对吗 不能变成正方形 对吗 啊 不能变成正方形 看这个 看这个 这是一个平方数 啊 四呢 是一个平方数 因为呢 你可以把 四个小的方块 组合成一个大的方块 看这个 是吧 这 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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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四是一个平方数 二不是一个平方数啊 四是一个平方数 看上它四是最小 啊 嗯 再往下看 八是一个立方数 八是一个立方数啊 因为呢 你可以把 八个 小方块组成一个立方体 这个立方体 是由八个小方块组成 对吧 它是立方数 所以八这个数字呢 是立方数 这个呢 四呢 叫平方数啊 真的 很强 你可以把一个数 变成它的任何 磁密 如果一个数要用 到底数和 密数 密数叫指数啊 那就是指数形式了 借助指数 我们可以 轻松的写出 特别大的数 比如 八 的六次密 是什么呢 就是八 六个八相乘 你拿计算器一算 你会发现 二十六万 两千一百四四 二六二 一四四 各十百千万 十万 你看 三 你就用一个小小的八 上面加了一个小 小的一个六 就可以表达出这么大的一个数字 是吧 所以说 超级的 密 此方 它的神奇就是让一个很小的数 以最快的速度变大 是不是 好 你表达这个数的时候 就很简单 来 这个呢 叫 数量级 你看 我们经常 叫做数量级 你看这个小鸟 它的身高是多少 33厘米长 而这个大象呢 是 3.3米高 所以我们经常说 它俩的身高和体重 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 对不对 什么叫重量级 这会儿你就明白了吧 就是差的太大 是不是 那就是 你和梁凯瑞 如果打拳的话 你们俩 拳击比赛的话 是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不应该是一个重量级的吧 对不对 肯定能比它重 对 而且差的很大 是不是 这会儿你就明白 那个重量级是什么意思 重量级就是 它们差的相互太大 好 这个呢 它是怎么讲的呢 数学家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说到 数量级 数量级是比较 大小的一种方式 比如 1000 比100 大了一个重量级 数量级 大了一个数量级 是吧 1000比100 大了一个重量级 那么 10000 比10呢 又大了三个重量级 差的又更大 是吧 他们都是 我们就说了 我们现在讲的数 都是十进字 所以就是差十倍的时候 就算差了一个重量级 比如说 你跟梁芳玉 你俩几乎呢 差不到一岁 或者就差一岁的话 那个差的不像 不叫一个 差一个数量级 那就已经是很接近 差数量级大呢 那个数量级是形容 差的特别大 是差几岁 其实 那个就不叫数量级 差什么数量级了 是吧 但是和梁凯瑞呢 你呢 就跟他要 差出一个数量级 就可以这么形容 我和他 差出一个数量级 所以别人以后再说 数量级的时候 你要明白这个 意思啊 就是差的很大的 嗯 在下面看看这个 小角的这个 米 一个数的一次米 意思 是该数的一倍 所以 6的一次米 还是6 是吧 因为就一次 就成了一次 啊 嗯 那么一个数的 负一次米呢 就是用 1 去除以这个数 得到的分数 如果是负的一次米 就是用这个数 去除以它 除以那个数 你看 呃 比如说 6的负一次米 6的负一次米 就是六分之一的意思 嗯 看 6的负一次米 它就是等于六分之一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就有点像数字母 跟5有什么关系 6负一 是5 这个上面是 这个小耳朵啊 不是那个6-1啊 你那个负一次指米数啊 我们现在 今天是讲的米数 不是1-6-1啊 是6的负一次米啊 我们今天是讲的米数 嗯 那它怎么能等于5呢 它又不是这样的等于 这个等于5 这个等于5 这个是等于什么 负 六分之一 1除以这个米数 除以这个底数啊 米数除以底数 一个非零数的零次米 就是这个数 除以自己 所以 答案永远是1 例如 6的零次米 就等于1啊 啊 我们来看看更大的表示法 为什么要引入这个米数呢 米数呢 米这个字呢 在中国的 这个词里头就是 很大很大的意思啊 好 我们开始讲 这一 十的米数 十的米数 特别大的数 特别大的数 往往写成科学 技术法的形式 也就是写成一个 大于等于 一 小于十的数 数 于十为底的 密相成的形式 比如说 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二百三十一万 你就可以写成呢 二点三一乘以十的六次方 你看 这样就 表达的更简单 这就完全是用指数来表达 好 看 我们看屏幕上 这个位置 二百三十一万 我们可以用 密数来表达就是 二点三一乘以十的六次方 你看 在这个二 点这个地方 点了一个小数点 二点三一 前面这是一个小数 是不是 二点三一 是一个小数 十的六次方 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十后面 再给六个零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零 就是这个数 就是 二点 三一 二点三一 乘以 十的 六次方 就是给它增加 一二三四五六 六 它俩一相成之后呢 就意味着 二二点三一 后面小数点 向后移动六尾 一乘 就等于小数点移动六尾 移动完之后呢 正好它那个数呢 就是 二三一 零零零零零 这叫十的秘 秘数 十的秘数 看 二点三一 乘以十的六次方 秘数每增加一 一 表示的数 计为原来的十倍 这个 十的上面 这个小六 它每增加一个数 就是 翻了十倍 所以我们叫秘 很奇特 还是第一句那个话 叫 如果让一个很小的数 以最快的速度变大 就是用 秘数 或者叫指数 科学家用科学技术法处理超级大的数 比如 估计太空中的恒星数量 或移到一茶勺水中的分子数 这个时候 我们想说 天空中大约有 多少个 恒星呢 就是这样 五后面有这么多的零 这显然表达起来太费事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 扩幅里的方式 就是 5乘以 10的 22次 密 这个叫 5乘以10的 22次 好了 我们刚才讲了秘数 现在正好讲一个 就像我们讲了乘法似的 后来讲完成法 就开始讲了除法 对吧 现在我们讲了秘数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像相反 就开始讲根数 根数 根数 看 这个叫根数 好 我们一起看这个屏幕 把屏幕 稍微调一下 能照到下面 好 基本全部照到了 看看 好 也就这么清晰了 看啊 叫求根 我们可以求一个数的平方 如果反过来 就是求它的平方根 平方根的符号是这样的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相反 密数的相反 好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吧 9的平方根就是 正负3 啊 它可能是正数 也可能是负数 啊 比如说 因为 因为 如果你 如果你用3 乘以3 就可以得到9 你用-3乘以-3 也可以得到19 啊 这个地方就有过来一个规律 叫做 正数和正数相乘 是一个正数 比如说 2 比如说3 乘以3 2个正数相乘 等于98 它一定是正数 但是呢 你要是-3 再乘以-3 -3 复复相乘 还是正数 因为你看 把这个东西翻过来 再翻一次 是不是又翻正了 复数的复数 好 你看我把这个东西哈 翻过来吧 叫复数了吧 对吧 复数再翻一次呢 又变成正数了吧 是不是 这叫复数的复数的正数 哈 你看 -3乘以-3 的值 也是9 所以我们这次呢 叫求根呢 就是相反方向来算 那我们就说是 根号里面如果是9 它是等于几啊 3的 立方根是多少呢 平方根是多少呢 3的平方根啊 平方根呢 就是3 对吧 平方根 相反方向 跟那个秘数相反的 嗯 就是求 这个9的数值 到底是多少 乘以多少得到的 就是 相反 它是3得到的 同时它也是 可以是两个-3得到的 啊 这里我们说 正数乘正数 还是正数 负数乘负数 还是 正数 但是一个负数 乘以一个正数 得到的呢 还是负数 因为它就翻了一次 是吧 如果一个正数 乘以一个负数 得到的还是 负数 哦 明白吗 正数相称 负数相称 都是正数 但是有一个是负数的话 乘出来就是负数 哦 好 这个是 它没有讲的 啊 书上没有讲 我们单独说 来接着 举个例子说 9的平方根 就是正负3 如果 因为如果你用3 乘以3 可以得到一个9 用-3 乘以-3 也可以得到一个9 你还可以算出 立方根来 立方根呢 跟平方根不一样 啊 平方根我们刚才就说 就是这么一个符号 啊 就这么一个符号 实际这个地方 去掉了这个2 因为没必要写的 啊 没有对一求 求这个 求根的啊 所以叫平方根的符号 就是这个符号 但是立方根呢 就让你告诉 必须是这样 加一个小3 然后下面写上一个数 27 它等于几呢 就是什么意思 哪个数 相乘了三次 等于的是27呢 你能告诉我吗 哪个数 它乘以自己 再乘以自己 得到的数是27呢 就是乘了三次 2 乘以2 再乘以2 等于解 24 第一次相乘是4 再乘以2是几 6 2乘以2是4 再乘以2是几 2乘以2 等于解 2 等于解 2 再乘以4等于解 2 再乘以4等于解 2 乘以2 等于解 2乘以2等于解 22 二乘以二乘以二乘以二 二二多少 你背那个惩罚科学表 二二等级 二等四 四 好了 四乘以二呢 一十八 那就是三个二相乘应该是八呀 你刚才为什么说六呢 你是用的是加号吧 三个二相加是等于六 三个二相乘是等于八呀 对吧 三个二相加加号 是等于六 对吧 三个二相乘呢 八 那你才算是八 你刚才不告诉我六 好 那我再问问你啊 三乘以三 再乘以三 等于几 算一算 那就是 三三等于九 对吧 第一次相乘得到的是九 对吧 再乘以三呢 三变九 第一个三三相乘是等于了九 对不对 嗯 然后后面再跟三相乘呢 等于几 倍成华科学表 二十七 二十七 三九二十七 二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